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标股及先锋 今天大盘莫名其妙又跌了一百多点 甚至有一些股票很莫名其妙 当然不是我们的股票 就莫名其妙杀到跌停板 那早上都没量 没量怎么做 没量我们就持股续报 也没有加码 也没有做现股当抽 因为这个盘不太对 那当然有一些股票拉回幅度很深 有一些股票还好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两岸要战争了 还是在这里来说 法人都不买了 你买的股票不会涨 连法人买很多的股票 动不动就跌停板了 这真的是很恐怖 上一波跌下来也没这种跌法 那今天这种跌法 当然对我们来说有点警惕 那我们可能再来的操作逻辑 就是先买后卖先卖后买都要操作了 今天没量就没动作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大盘今天一直在这个均价线 今天好像买什么套什么 几乎是买什么套什么 对不对 6531的爱普 你今天开高去追也是套 但是最后的时候是有大单在买 那基本上他在这里还算 他这里横排要一段时间 对不对 因为他的月季线过不去 那月季线什么时候 就要等这个下来 对不对 今天要开高 开高不是你去买的 对不对 也不是我们会员去买的 我没有叫今天会员去做动作 对不对 你看一下6285的起机 好公司 莫名其妙就跌停摆 我们看看他的K线 也从70几块 其实涨的并不多 70几块涨到100多块 怎么会莫名其妙就跌停摆 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们没有买这一支 而且跌停摆还爆大量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盘 我早上我就call我的会员 我说起机如果跌停板的话 会对电子股会造成这样 伤害 你们今天就不要动作 当冲都不要做 都不要动就对了 那5222 对不对 全讯 我们公开跟你讲 我们200块以上出清 老师真的跌下来了 有一个会员跟我讲 老师你只要全部出清的股票 去放空他还会赚 对不对 梁小姐她说 老师你只要全部出清的股票 你放空他都会赚 还讲的 讲真的还是真 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6643 今天还开高 还冲高 尾盘也是杀下来 但是各位 他回到季线 这合理 这一根连续涨了100块钱 修正一下 那就要看明天会不会动了 明天会动就还不错 3035的资源 我们已经卖掉了 你看卖掉以后 他永远都回不到 我们卖的价钱了 不是永远 短期之内回不到了 对不对 3406的郁金光 今天没怎么跌 走势还算蛮稳 但是他没有攻击 他没有攻击 没有攻击也没有用 那如果未来 会不会我们 吉拉先出一趟 下来再买一趟 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股票市场 本来就是这样做 因为今天有很多股票 在这里杀的 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们也看不懂 怎么会这样杀 我们看今天 利空最多的 这一支股票叫做什么 2454 业绩不好 奇怪 他也没跌 太没跌 太没跌 不过 我跟你讲 这个缺口这么大 你这个缺口要过去 不太可能 对不对 营收不好 对不对 太没跌 4961的天狱 跌一块钱 下面筹码也蛮安定的 也在这里做整理 因为这个是跳空涨停板 这个半支涨停 这个涨停 那我们当然这里有买 这里有卖掉 卖掉一半 没有全出 老师你叫我全出就好了 说的也是 真的没有全出 就出掉一半 出掉一半就是一半 对不对 我们讲话要是实实在在 不要去欺负人家 还有一半 那就看看 他也没怎么中错 倒是这一支股票 在这里跌的幅度算比较深 像譬如说3661 昨天快创新高 今天跌的幅度算蛮深的 我跟你讲 他会创新高吗 短期不会 短期不会 对不对 那有一些投资朋友讲 来到1350可以做短空 短空是也可以的 只是你赚不多 短空有赚就要补了 对不对 本来就是这样 其实IP股还算最稳的 像3661 他也几乎创新高 对不对 6643也快创新高了 一根涨停板就创新高 今天收609 那明天如果涨停板 就是669 那会不会涨停板 我看很难 今天试错还涨停 搞不清楚为什么 我们不会受试错的影响被骗 不会受试错的影响被骗 那照理来说 明天开盘价 应该是在612到615 那至于他会不会攻到630 今天最高632 又是258 最高632 对不对 我们做了好几趟了 对不对 我们每一趟都赚钱的 没有一趟赔钱的 那明天会不会攻上去 我也不知道 他今天其实还蛮强的 要不是尾盘在这里来说 这个大盘一直跌一直跌 跌100多点 他也要跌一下 不然 他拉到涨停了 怎么可能 对不对 像譬如说今天全场都在平板之上 这里被打下来被吃上去 后来11点多 大盘一直跌 大盘一直跌 一直跌 他就跌了 大盘一直跌 越跌越深 那今天亮说 真的没有人气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追 你买100张 他也不会涨停 老师我空100张 你空100张 他也不会跌停 老师你错了 老师我去空6285的奇迹 我空100张 他就跌停 打屁 废话 对不对 今天你在这里空100张跌停 因为他本来就弱了 但是因为企机的跌停 也让中翔老师在这里 做股票 在这里来说 我们就没有那么积极 该进的进 该出的出 像譬如说3035的资源 我们停损 停损没有什么3%5% 没有什么10% 做不对就停损 有的老师告诉你说 我一定要5% 一定要10%才停损 买股票不是买来停损 不对就砍了 不需要5%10% 不对就砍了 对不对 那你一定会问 老师难道没有多头的股票可以做 对不对 我昨天Tagway有写这一支 今天有没有涨停 你有没有加入我的Tagway WG88标股极限风 你有没有加入我的Tagway 你没有 你有加入就是验证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说主力筹码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你买100张都不会拉 只有主力拉得上去 底部量说是好买点 高档爆量是好出货 对不对 你看我们当初这个都赚钱 艾浦已经赚了160块了 世薪赚超过700块了 有钱之所以有钱 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 选择比努力重要 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 我有没有告诉你 我的全信全部出掉了 没错嘛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 这500多块叫你买你也不买 500多块叫你买也不买 我们是来回来回来回做 已经从500多块做到1000多块了 当然在这里 也不会带你去乱追了 其实价差是可以做 不知道怎么操作 明天来跟着我做 好不好 选择比努力重要 各位来看一下W788标股急先锋 今天大盘 老是亚翔真的上去了 不过今天报的量也够大 大家都来冲 这一万五千张变三万多张 这设备股 所以造成3131的红硕也拉涨停 不过说实在它没什么量 拍走 这个量实在太少 一档没有几张 没有带会员做就是没有 不然了 对不对 5222我是不是叫你出光光 你不要看高档叠下跌蛮深的 军工股 今天生计股更惨 美食很多老师在叫 业绩也创新高 今天开高走低 今天生计股跌得蛮惨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股票市场真的是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大盘这里叫年线 这一条叫半年线往上 但是月线季线前两天过去了 过去就下来了 对不对 下面这里有没有支撑 今天500块没过 收盘价 我们开下台积电收盘价多少 499 499 499吃到饱 台积电我跟你讲500块以下你就不要卖 500多块再来卖 台积电也不会怎么动 2317的 红海 也是在那边打混啊 对不对 大盘涨它也不见得会涨 大盘跌它也不会跌啊 反正就稳稳的啊 有一些投资配合就喜欢买红海啊 买红海我没有意见哦 买红海你跟他抱着配股配息是不太会赔钱的 但是你要买这个长荣我就有意见哦 昨天收155 今天又151了 要配70块钱了 我一直告诉你 为什么老师你知道他会涨为什么不买 我说太过分了嘛 配70块钱 万一跌到140块钱 配70块 其实那除息第一天股价就是70 那怎么办 凉拌 长荣要不要出来讲话 配70块钱去年赚钱 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就是年尾的 他还有一个年终奖金中间的钟 就是做一半 6月份还发一个年终奖金 那股民呢 买长荣的大概每一个都套吧 除非你买昨天嘛 不是你买前天你买这里嘛 只有这里没套嘛 那个股市小白在这里违约交割嘛 对不对 违约交割三千多亿耶 不是三千不是三千多亿三千多万耶 买长荣可以违约交割 买台积电搞不好还不会违约交割呢 对不对 所以各位还真的很惨 昨天有人说 昨天大盘涨是因为长荣在涨 算了二六零三耶 二六零六耶 二六零九 阳明快破底了 快破底了 这会快破底了 要不要停损 搞不好空阳明这种股票可以赚钱 因为它破底以后 跌的速度会很快 因为它破底以后跌的速度会很快 今天电子股最大的问题是 6285这个起机突然跌停 其实这一支股票 有在我的自旋股里面 前一波也是从这里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当时有人跟我讲 老师你去叫起机会赚钱 后来这里没叫到我就算了 因为你看这一根拉涨停爆量 高档爆量好出货我是不是教你 后面就亮说亮说亮说 低档今天又爆量 它会不会跌到连线81块 看起来是有可能的 像6669的微影 昨天也是爆量跌停 今天就不太跌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一种会不会谈一天又跌 我是不知道了 因为我没有 所以我只是分析给你知道 那股票要怎么做 其实W1788标股集前我会告诉你 我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就是其实我是希望 看一下 我是希望指数跌下来 为什么 因为指数跌下来才让出空间 既然16000点不会过 那会不会跌到12000 机会也不大 对不对 会不会跌到12000机会也不大 那既然16000点不会过 那要怎么办 那最好再跌下来一点 跌下来一点 譬如说跌到15000 5200点这个附近 然后这个200点再拉到16000点 拉800点 拉800点就有机会 有的股票可以涨五成到一倍了 对不对 指数上修正啊 不然就明明上不去啊 老师我去买长荣 你自己去买 你自己去买 老师我去买台积电 台积电还算稳 但是如果你买台积电 买在500多块的 是比较辛苦的 当然也赔不到什么大钱 老师我去买IP股 3661 低进高出啊 不然呢 低进高出啊 对不对 6643 低买高卖啊 你看今天今天低点跟昨天低点 刚刚好 刚好 现行是多头排列吧 那666会不会过 我不知道 因为明天涨停板就666了 但是看起来好像有点困难 除非他空单很多 为什么 空单很多人家就敢搁空了 那没有空单就没办法搁 他融资是很少的 代表在这里也不会有停损的 就是融资停损断头卖牙是没有吧 对不对 那6531的爱普呢 我就跟你讲啊 我告诉我的会员啊 292啊 292不过啊 不过不过就休息啊 不然呢 在这里休息一下啊 在这里都可以休息一个月啊 在这里休息一个月也好啊 一个月让这个月线往下在这里走平啊 那老师他会不会跌到200 250给我买 跌到年线 当然如果有股灾的话有机会了 但是如果没有股灾呢 你认为回到250这个年线跟半年线的机会大 还是过300的机会大 我看机会都有啦 没有说谁大啦 不过说实在啦 他离300比较近啦 278明天涨停板就超过300了 那要看有没有量啊 外资要不要做啊 投信继续买啊 有没有阻力要做啊 阻力不做 现在散户也买不上去啊 我问你 你现在散户买得上去吗 你也买不上去啊 对不对 你买上去被人家盗啊 我们看看盘货交易 盘货交易 领股交易价还在280 那手稳啊 6643盘货交易 612 616啊 没错啊 对不对 今天杀到609的不是猪八戒 猪八戒就杀嘛 明天开盘价就是612或615嘛 我讲的够不够仔细 对不对 3661呢 今天收1305盘货交易价也是1305啊 3443 对不对 1105盘货交易价也是1105啊 没有变啊 只有6643的盘货交易价 对不对 612 616啊 比收盘价还高啊 那今天最后一盘谁去杀的 我也不知道啊 6531 最后一盘谁去杀的 我也不知道啊 早上你们不要买嘛 你你买了之后 你看涨不上去 你献股当中你尾盘你就干掉了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啊 各位我真的不知道啊 那我知道有很多都是没有都说 哦老师我放空爱普我赚钱 我告诉你爱普在这里 一直有人空 那因为要开股东会 融券最后回补在这里 所以空单 从1月空到2月空到3月的人 全部认赔在最高点 老师我那个 我那个在那个所谓的 这个再开放放空 因为我去放的 我放300块 我放300亿 要恭喜你啊 因为你前面就已经空这里都赔钱了嘛 那你让你小赚赚嘛 对不对 这里你没有做到嘛 这里涨五成这里涨一倍 你都没做到嘛 你还放空嘛 老师我在这里 可以放空以后 我大概318 320 这里一直空一直空一直跌下来 恭喜你啦 明天会不会涨停板 不会 明天会不会跌停板 不会 明天会不会涨 有可能 祝各位投资票操作顺利愉快 不知道怎么做 加入WG88标股急先锋 我会告诉你谁在买 多少量才会涨 祝各位操作顺利愉快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复号就是你 下个复号就是你